台灣今天的數字是31,462人 其中有105人離開我們了 北京今天的數字是6加4 大家好 我是好威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7月7號 講一下好威家鄉台灣的狀況 再講一下今天要說的話題 北京在7月11號開始 進入人群密集的場所的人員 需要接種疫苗了嗎 台灣今天的數字是31,462人 其中有105人離開我們了 目前在台灣 總生病的人數是399萬5,621人 是屬於一個生病的狀態 累計從2020年開始 大家熟悉的這個疫情 在台灣 總共離開我們的人數是7,328人 離開我們了 目前生病的人數 接近台灣人口的16.65% 與7月6號的16.52%相比 上升了0.13% 台灣今天的內容 從6月15號開始 台灣調整進入台灣的檢疫天數 為三天居家檢疫加四天自主防疫 調控 進入台灣總人數為每週2.5萬人次 從6月15號到現在已經執行三週了 經過持續滾動檢討國際與台灣的疫情 以及台灣防疫與醫療量能 從今天開始 調整進入台灣的總人數為每週4萬人 根據這個內容可以知道 原本之前是每週2.5萬人 現在上升到4萬人 了解到目前台灣的疫情是趨於緩解了 醫療的壓力也比較沒那麼大了 要不然他怎麼做這個調整 我在北京豐台區 截止至今是第48桶核酸檢測了 昨天下午在大陸這裡 海客新聞提到了 北京7月11日起 進入人員密集場所的人員 需接種疫苗 發佈於7月6號的下午5點05分 也差不多是下班的時間吧 鼓勵北京的老年人 應接進階 也提到出入培訓機構 圖書館 博物館 電影院 美術館 文化館 體育場館 健身場所 演出場所 或者是網吧 等等的 這些他都歸類為人群聚集的場所 這些人員要進入之前 都要接種疫苗 也有提到 不適宜接種疫苗的人員除外 讓我來讀讀底下網友們的評論 截止是寫稿 這個視頻有16萬次的瀏覽 排名第一的留言是 不能打疫苗的人怎麼辦呢 有809個讚 排名第二個留言是 老人家就不出門了 有582個讚 排名第三個留言 接種之後可以預防問號 有572個讚 在一年前甚至到幾個月 在大陸這邊的網上隨便搜 相關疫苗接種以自願原則進行 不搞一刀切的相關話題 都可以找到很多的新聞 那從星期三發布的新聞 然後要在下星期一 也就是7月11號執行 我覺得速度是比較快一點 不過內容暫時沒有提到 關於就是超市或者是農貿市場 這種也算是人員聚集的場所 具體是要還是不要 可能等待後續的觀察吧 那以上是好A每天口述 關於疫情的生活日誌記錄 那這期視頻好A就簡單的錄製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個內容還可以的話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A 持續的更新的話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 我喜歡 點個 吃東西 點 Went 吃東西